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主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呢 會在每週四更新雞皮咖啡的一些小嘗試以及新資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每個禮拜的新資了 今天要沖的是這個 這個是你的私房 對 私房是完三咖啡的中培豆 那我們沒沖過啦 那我們會表現我們自己的沖法 隨便跟大家聊聊天 來吧 我也沒有沖過 因為很久沒有沖他們家豆子 真的喔 中培豆 哇靠這味道 聞起來真的很日本耶 挺重的 可可 喝個類似 對 現在其實好像台灣消費者不太習慣這種 對 烘焙度了 可是如果我自己去日本都會買這種 中培的 他們的強項對不對 對 OK 我也覺得 中生培是重的 蠻厲害的 這日本的中生培還真的是有一點 蠻厲害的 好 1 噢 膨脹的程度還不錯 所以你還是要蓋蓋子嗎 放我蓋子放我 沒差沒有關係 因為小魚平常都是用那個燜蓋飯 對 我是本來就沒有在燜蓋 沒關係 雖然你吃一點虧 沒事 但是我的如果沖這種日本的中生培豆子 我的降溫會降的再誇張一點 所以你不燜蓋說不定也沒差對不對 對 但是我現在其實我一 第一沖沖完就會開始降溫 哦 你已經70幾度了 對 哇塞 原本90嘛 對 是為了減少 它的 苦味 苦味出現 OK 非常好 好 我才不管你 我要開始大槌沖法 好 我的大槌沖法其實 蠻多人喜歡的 它對於西芒來說 我覺得層次感表現真的很不錯 好 你的根本就會比較極端一點 我就是慢慢沖 因為我想把它的甜度衝出來 是齁 嗯 我比較喜歡 生培豆我還是喜歡 把那個酸質要掉明顯一點 哦 我覺得入口會覺得 欸比較平衡 對 因為它的甜質本來就很多 對 你看像你多 多溫柔啊 像我超暴力的 可能是因為我早期 其實一開始接觸的是 比較空頭派的沖法 但是你用溫度降那麼低 就後來自己再去做 算是做調整吧 所以你也會怕它爆掉嗎 會怕 所以 雖然你的給水這麼柔軟 對 要靠溫度去 拉一點回來 對 去平衡一下 像我就是看 給水爆大 你結束了嗎 還沒有 還要一次還要一次 我剛剛流完啦 怎麼做 沒那麼快啦 有啦 我後面還是會做一點甜度啊 對不對 所以我 但是我前面花了很多 CC素在做 果酸的部分 哦 對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來呈現 會覺得 酸質占2分 3分之2 然後甜質大概3分之1 我喜歡這個風味表現 你現在降到幾度啦 63 63哦 最後到63 我會在它 我想讓它到45左右 真的是 這人降後半段等於 沒什麼萃取率了哦 其實我主要是 希望深培的話會在前段 後面就是一點點這樣 對 所以我們兩個萃取邏輯 你基本上可能前面3分之1 2分之1就萃完了 7、8、4 對 差不多 所以我們兩個上比較基本的 真的哦 差很多 風味喝起來應該也差很多啦 因為整個 風味設計上面 對 會差 差很多 因為小魚的功力 是非常好 對 我對它的風味 喝起來是很柔和的 你的甜質也很足量 那我是喜歡比較喜歡 層次感鹹素一點 對啊 所以我都會用前後 差異比較大的給水房 前面超大 所以後面做小水 層次感 層次感會鹹一點點 OK 好 開盒 拿杯子 拿杯子 風格差滿多 差很多 你的霜確實會在前面 嗯 揍滿前面 對對對 會先出來 但你的一出口 一入口就甜啊 而且你的綿長度 會比較長 會比較長 真的 兩個風格就不太一樣 走向 應該說曲線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 能夠把 這樣子的深焙 其實要把它的酸度 衝出來其實 滿不容易的 嗯 包含在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 像會有指定豆 但是如果你要把那種 指定豆 因為通常就是深焙 你要把它的酸度 衝出來 其實通常 也會很容易 把它的一些苦澀味帶出來 真的耶 我們兩個路數好差好多 你的也很耐喝 就是你可能更 更傳統日式那個 中段那個甜質 對 又很飽滿 然後很奈何 尾韻也 你尾韻還是比我強一點 對 可是酸度就沒有你高 我酸度比較明顯一點 對啊 星馬其實很適合衝中生培 我覺得 因為它的流速 對流速 實在是可以飆 極速的時候是很不錯的 對 那如果各位那個 最近有拿到一些 中生培豆子 可以參考我的或小魚的衝法 應該也可以有不錯的表現 兩個比較一下 真的還滿有趣的 OK 那我們今天PK就說到這邊囉 好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小魚 我們下次見 拜拜